好,为了要做好防疫以及宣导的工作 新城乡公所赠送了1800瓶酒精喷雾器 给乡境内的国中、国小跟幼童 31号并且在乡公所举行了捐赠仪式 防疫大作战,新城乡加油! 31号的防疫物品酒精喷雾器捐赠仪式 并且在新城乡公所二楼会议事办理 新城乡长何丽台、鲜眼郑宝秀、邱光明 代表会副主席张梅华 下面代表邓可平、陈伯昌、傅伟豪、林志胜 各村村长和校长们来忠视这次的捐赠活动 新城乡和一台表示疫情持续升温 66号国中、国小、幼童即将回到校园就读 为让学童们回到学校能够安心就读 公所并且购买1800瓶酒精喷雾器 来共同做好防疫的工作 疫情继续这样子来扩散 事实上担任这个当家长 这个宝贝都是手心肉 万一有欠得到都非常担心 实际上这学校再次方面 如果在上课之前 需要本所去学校里面做清销的工作 我们都很乐意来配合 请跟我们清洁队来联系 跟清洁队来联系 是不是因为长得好天气 在上课之前请我把它清销一次 那新城乡的顾问预计在6月6号 也要做全乡性的联合的大清销 所以我们今天春队也来了 那我想做这个酒精的这个赠送 我也拜托各位校长说 丁永文老师在课堂上 教训要防疫的一个观念 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不只这个我们乡里面 平时也都在做防疫的一个先党工作 除了发放这个火照 酒精喷雾器测温 这等等的机器等等相关的一些物资的发放 包括切诊者在新城乡目前来讲 有2000多位的这个切诊者 但是我们除了持续呼吁 大家要注意自主健康管理乱 我也呼吁经济好的时候 我们的乡亲要出去走一走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只要把这个防疫把口罩戴满 不用怕 我觉得这样 不要因为这个疫情 真的是影响到我们切身的生活 今天相关所制成的酒精分物器 分别给住林国中 新城国中 海兴国中 国小部分则是有新城国小 佩服国小 康派国小 家里国小 和佩德育和园园 今天相关合理台并且感谢校长们辛苦 也希望在疫情期间 共同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来守护新城乡 美丽的家园 记得就容易心向导 大家看到 我们下期见